第十九章,我叫高升,在官方等地方,钱污币能兑换成黑龙币,黑龙币也能兑换成银蓝币。 巴巴塔说道,不过相反,银蓝币通过官方是无法兑换为黑龙币的,黑龙币也无法官方兑换为钱污币。 罗峰微微点头,这个道理他明白。 如果地球进入宇宙,人类大家庭拿宇宙中的货币放到地球来,地球一些高层当然乐意换。 可是拿美元,华夏币去换宇宙中货币,宇宙国家会肯吗? 当然,黑石中可以逆向兑换。 巴巴塔说道,谈话中,黑龙飞船已经加速朝远处的球龙星飞去。 罗峰站在黑龙飞船控制室内,眼前是外景虚拟,清晰看到飞船朝球龙星靠近,已经快接触大气层了。 扎龙星的大气层非常奇特,肉眼都能清晰看到各种色彩的气团缓缓流淌,令整个星球从外界看无比的绚丽。 第一,接收到牵引信号。 巴巴塔道,罗峰,飞船将会跟随牵引信号抵达星球停泊港。 罗峰微微点头,他也听巴巴塔说过,抵达一个星球是绝对不可能让你飞船乱飞的,必须进入停泊港。 当然,如果你强大的如允莫星主人一般,当然可以应来。 像球龙星这样高等星球,唯有御主才能不顾牵引信号直接飞入星球内。 当然,御主一般会给扎龙星一点面子。 毕竟,这座扎龙星的主人就是一位御主。 黑龙飞船穿透大气层,通过外景虚拟,罗峰一眼看到下方有一个巨大的银色城市。 这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停泊港。 停泊港内有密密麻麻大量的飞船。 飞船或大或小,小的长度只有数十米,乃至十数米的。 长的,一般是一些大型运输舰之类的上万米长。 收到信号,我们去C级区。 控制台屏幕上,巴巴塔说道。 B级区,停的都是普通飞船,战舰等等。 B级区,停的是B级飞船,战舰。 C级区,停的都是C级飞船,战舰。 上面还有D级区,巴巴塔介绍道,巨大的停泊港。 分成几大区域,C级区的每一架飞船,战舰都是无比昂贵的。 呼,黑龙飞船缓缓下降,终于落地。 舱门开启。 这星球引力,大约是地球的三倍多点。 罗锋飞出舱门,瞬间感觉到引力的变化。 B级。 罗锋转头看去,一名穿着灰色制服,身高约为两米八。 头顶还有两根弯角的绿皮肤壮汉飞了过来,落在了罗锋面前。 他谦逊有礼,面带笑容地用一口流利的宇宙通用语说道。 尊敬的先生,欢迎你来到球龙星。 你的黑龙山F81型号飞船,停泊价为600黑龙币每年。 不足一年,按照600黑龙币收取,这是你的停泊卡。 说着,双手将一张银色半透明卡递送到罗锋面前,卡上有着C的标志。 罗锋,还记得我之前怎么说的吧? 巴巴塔可是详细告诉罗锋,在这球龙星遇到各种各样事情该怎么做。 明白,罗锋微笑着,一翻手,手中出现了一块硬币,随手扔过去。 钱乌币,绿皮肤男子眼睛一亮。 黑龙山帝国官方会对,一钱乌币可以兑换一千黑龙币, 不过一千黑龙币却无法兑换回钱乌币。 如果通过黑市,倒是可以,不过一般,一千多进两千黑龙币才能兑换一枚钱乌币。 而一般公民根本不知道黑市在哪。 钱乌币,这可是身份的象征。 乘坐的是X81型号这种奢侈品,用的是钱乌币,麻币的,背景肯定大得很。 绿皮肤壮汉心中羡慕得要死。 他,一个行星级九阶舞者。 在囚龙星也只是最普通的那种公民, 如果能突破成了恒星级强者,身份就能得到跃升。 可是,就算是恒星级强者,碰到这种乘坐的是C5级且是纯金属的奢侈飞船, 甩手的是钱乌币的,也会气弱的。 不用问,这就是大家族,大背景的证明。 不用找灵了。 罗锋随意道,谢谢先行。 绿皮肤壮汉恭敬万分,这种大家族子弟轻轻松松就能命令上万行星级九阶的手下。 而这时,一艘通体染成黑白交替怪异图案的飞船, 也降临在距离罗锋百米不到的陆地上。 同样一名穿着灰色制服的工作人员飞了出来, 他脸上还有着两道紫色斑纹,眼睛眯起,显得很可爱。 身高倒是和罗锋相当。 哇,胖子青年飞窜而出,后面立即跟着四个黑猩猩般的壮汉。 后面四个,恒星级三接三个,还有一个是恒星级八接, 胖子青年是行星级三接,八八塔立即通知罗锋。 罗锋暗惊,胖子青年麾下竟然四个恒星级保镖,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 来到这种比银兰帝国帝都星还要强大繁华的星球, 罗锋总算见识到了真正的大家族子弟。 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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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子飞窜到罗锋的黑龙飞船旁, 抚摸着飞船的船身,双眼放光,尖叫道, 日啊,这是一百多万年前的老型号了, 黑龙山X81有着飞船的早就收藏了, 且是用乌以纯金属铸就的奢侈品啊, 今天竟然能够看到这样的飞船。 嗨,兄弟, 胖子猛地窜到罗锋面前,一脸笑容, 你这X81飞船,等你不想要了, 转手给我怎么样? 十年后,我能买得起。 哦,先自我介绍一下, 我叫高升,威弟, 叫我高升就成, 一口流量的宇宙通用语。 高升,这黑龙飞船, 我也是经过改装维修才全部搞定的, 现在还舍不得卖。 罗锋按照八八塔当初的告诫, 很随意地说道, 嗯, 一百多万钱的老型号, 用一百多万年, 很多部件腐朽, 维修起来, 不比买一艘容易。 兄弟果然是同好中人啊。 高升夸赞道, 这种纯金属的奢侈品, 开出去, 那才备用面子。 罗锋一笑, 实际上黑龙飞船在地球海底, 那母舰残骸中摆放近百万年是从没开过, 所以腐朽很轻微。 兄弟, 你还没介绍你自己呢? 胖子笑嘻嘻道, 我叫罗锋。 罗锋微笑道, 罗锋兄就一个人, 没有保镖, 从这道囚龙城, 还有数千公里距离, 而扎龙星上, 只有城内受到保护, 在城外不受保护, 我们一路过去, 说不定会有强盗的。 胖子说道, 罗锋一笑, 刷, 旁边出现了两名穿着黑色衣服的流银护卫, 靠, 流银护卫, 高升连点头, 两个流银护卫, 一个保护, 一个缠住敌人。 流银护卫变大后, 包裹钳支数百人都很轻松啊。 敌人挣脱后, 另外一个流银护卫再来牵制, 两个流银护卫轮流来, 安全无比啊。 罗锋笑笑, 当初流银护卫, 牵制金角巨兽, 那种庞然大物都成功, 牵制人类, 的确能一下子包裹数百人。 罗锋兄弟不嫌弃, 我们一道走吧。 我那四个保镖在, 也不会有人来惹事的。 高升笑嘻嘻道, 答应他, 跟他一起走, 麻烦事也少。 八八塔说道, 一道走, 罗锋微笑点头, 错, 错。 罗锋, 高升二人腾空而起, 四名保镖跟着身后。 同时高升, 四名保镖身上同时浮现护甲, 罗锋身上也浮现了魔云护甲, 一行六人在空中飞着。 罗锋, 那黑龙飞船你花多少买的? 高升忍不住问道, 显然作为飞船爱好者, 他很痴迷那艘飞船。 八八塔, 罗锋心中喊道, 他可不知道该回答多少钱。 告诉他, 花了九十亿黑龙币, 改装维修, 花了二十亿黑龙币。 八八塔说道, 这么多哦。 罗锋心中震惊。 官方汇对, 一黑龙币能兑换一千银蓝币, 也就是说, 这艘飞船花费一百一十亿黑龙币, 价值九万亿银蓝币。 哪里多? 这是乌以纯金属, 整个飞船重量为二百万吨左右。 每吨乌以金属, 价值三千黑龙币, 约为三百万银蓝币。 单纯乌以金属材料, 就价值六万亿银蓝币。 八八塔说道, 罗锋, 你别以地球眼光看宇宙, 一吨乌以金属是三千黑龙币, 一吨币级的玄铁金, 不过才九块黑龙币。 一级玄铁, 更是廉价。 罗锋恍然, 的确不贵, 一吨玄铁金才九块钱, 乌以金属一吨三千块。 是不贵, 这是纯金属, 如果是合金就便宜了, 毕竟合金硬度更高, 效果更好。 同样的C5级飞船, 用合金的话, 价格只有十分之一, 甚至于更低。 所以, 用纯金属制造飞船, 属于奢侈品的行为。 就好像你们地球上, 用黄金制造汽车一样。 罗锋暗叹, 难怪这个高升, 那么吃惊的样子, 纯金属, 的确是奢侈品。 飞超有钱, 玩不解。 这黑龙飞船, 当初我花了九十亿黑龙币买下, 改装维修花了二十亿。 罗锋说道, 哦, 高升连点头, 兄弟你算是小赚了, 这种老型号, 现在难买到呢。 再过十年, 我老爹就答应, 将一颗星球转移到我名下。 星球上有一百一十亿人口, 大概推算, 平均每人一年能给我赚一百卡罗币, 就是零点零六黑龙币。 一年收入也有六亿多黑龙币, 凭一颗星球, 贷款两百亿黑龙币不难。 罗锋微笑着, 心中确实震惊。 天啊, 一颗星球转移到他名下, 一百一十亿人口在为他赚钱。 罗锋总算明白, 地球超级富豪和宇宙超级富豪的区别了。 地球上论资产, 说是有几套房子, 这宇宙超级富豪说的是有几个星球啊? 大富豪。 同时罗锋也明白, 地球海底, 黑龙飞川原主人背景何等的大? 奈何被自己的老师隐莫星主人一招灭掉 整个舰队所有人, 那人也死了。 地球所在的近千光年星域完全被老师占据, 就算是那位憋屈死去的大人物, 他的背景显然不敢去招惹一位不朽的存在。 所以, 默默死去。